因為我們想問關於這個金華城後續是否應該停工的問題 因為現在各界其實針對金華城是不是還要繼續施工有很多疑慮 那因為你這邊好像有提出幾個方案針對金華城的後續 我大概上個禮拜已經請蔣市府還有都法局 要開始組一個法律的專案小組 評估各種可能的方案 當然其中停工是一個方案之一 但停工這件事涉及著雙方的法律的工房 還有停工會不會造成一些工程上的安全問題 一個這麼大的基地繼續讓它空在那裡 地基壓或者是結構安全等等 這些都是需要去評估的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大的量體 把它爛尾樓蓋到一半放在那邊 會不會之後對當地的地基會不會有狀況 這些都要專業的工程評估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現在才連起訴都還沒有 是不是有足夠的法律依據可以去直接要求停工 我想市府也應該要尋求專業的法律意見 這個案子因為涉及的利益相當的龐大 而且涉及的法律關係非常的複雜 光靠市府自己的法律顧問 恐怕不足以因應這麼複雜的法律問題 所以我是有請蔣市府 你們可能要嚴聘這個外界的法律顧問 來加入我們的律師團隊裡面 對 你之前好像有說過 針對這個金華城或是有兩個方案 一個是說先停工 那等後續確定你時再繼續復工 第二個是保證金的方式 可以麻煩跟您說一下 是停工當然就是等所有法律狀態確定以後再說吧 但是金華城這個案子不管是司法的訴訟 或者是市府跟金華城的行政訴訟 加起來可能要五年到十年 在這個過程之中 如果一直處於一個停工的狀況 我剛剛說的對於地質會不會有影響 這個當然工程人要評估 但如果要讓他繼續施工的話 為了要保全市府的相關權益的話 當時美和市就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提供足額的保證金 譬如說如果之後法院認定 這個不法利益是100億或200億 你要繼續施工你就提供足額的保證金 那未來等施工完成以後 市府才有這個已經有足夠的保障 確定可以討回這一筆公共利益 但是我剛剛說 這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法律程序 第一個市府要有足夠的法律專業 跟法律的這個武器 才可以去進行未來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超級大爛攤子 第二個我覺得也可以多徵詢在地的意見 因為金華城這個量體 涉及了整個南松山 整個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節點 你把它就是原本的開發案 確實會造成當地的負擔 但是你完全不開發 好像當地又黑了一塊在那裡 所以它確實是前朝丟給現在的一個 我也不知道神仙也難救的一個爛攤子 但是再難也要處理 法律層面地方民意的層面 我覺得雙管齊下 對那10月就要開議了 蔣市府在開議的時候 一定會面臨議會質詢這個問題 各界也都會問說 當司法歸司法的時候 行政要怎麼處理 那這一點是萬安市長 他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對